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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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谢谢 来 我们看看俄罗斯朋友 叶飞莫夫您的看法呢 中国算不在军事大国在你理解当中 在目前所展现出来的这些军事武备当中 那当然是算的 当然算是 算的是一个大国应该有这样的武器 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 再加上中国有核武器 这也是一个军事大国的一个标准 好 我们先谢谢三位外国朋友 从他的眼光来解读 我想问的关键就是 从这些的发展重新的趋势 中国到底目前为止 我们怎么看待自己 是不是一个中国算是一个军事大国 建群 应该看跟谁 比如说跟美国比较 我们肯定不是个军事大国 从现在的装备来看的话 我想这个确实是我军的 最近几年的也是30件武器 就是说我们做这样一些武器 是为了 就像刚才美国朋友说的 是为了防御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国 这个不是这个普先生了 因为美国好多学者 美国官员好多一直认为 中国在造这样的武器是进攻性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担心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政策已经定了 中国透明是政策性透明 是意图透明 就我告诉你了 我不给你打架 我不用这个手来给你动手 美国现在老讲你能力 能力告诉我 你干什么拿这个用 我们的就是意图 就这两个老现在老掐 就是说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来我们先请一下叶小姐 有点掌声欢迎她请 你身旁有很多的美国朋友 他们怎么看待中国 现在发展的这些杀手间的武器 请说 你不用问美国朋友 他们有什么想法 你看美国的新闻 媒体写的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理解最少美国人民 想要意味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 就是中国一有什么小串啊 我们都觉得可能是小case 可能准时转嫁就觉得小case 但是美国老百姓都看 通过我们的新闻 我们的媒体都会觉得这是负面的 就是哇 中国要变成一个准时大国 都要打败全世界的人民 都要把全世界都变成共产党什么的 就觉得非常夸张了 我自己 我自己都不会要这样 但是经常美国的媒体 会把那么小case的事情 放大 非常谢谢你 你现在动作已经有点像中国娘子军了 那个很好 谢谢 来罗湘军来告诉他 就现在世界上正在进行新军事变革 新军事转型 就各个国家都可以搞国防现代化建设 为什么唯独中国一家 不可以搞国防现代化建设 就现在呢 你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军事大国 我说我们现在呢 起码这不是一个完成时 是一个正在进行时 他这个 更准确的说 这个大国梦是我们中国人 也是我们中国军队几代人的一个梦 这个我觉得这个梦 它迟早会实现的 一旦真正到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也不要啊 这个感到有什么吃惊啊 还是要和这么一个正在崛起的这么一个大国 要和平共处 我一直要问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嘉宾 还有我们的同事们在这儿 这是因为以前的中国特别的啊 就崇拜军队的 比如说杨丹西什么的 所有的影响 英雄都是军队的 但是现在 因为我也有中国的几个军队的朋友 然后呢 我的别的中国的朋友 好像有点看不起他们了 所以我就是要问你们 这是到底在中国 现在文化里边 这是中国年轻人 90后什么的 他们的军事文化 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你说 中国是不是一个军事大国家 你得看看老百姓 是行吗 对 对 美国女士 我觉得她有一个话说的非常非常好 就是为什么 原来我们都觉得 橄榄绿 我们觉得海军蓝 那是最美的颜色 但现在我们真正的很多很厉害的人 去学金融了 去学经济了 去学一些我们觉得 可能并不是和军事有那么大关系的 就这样一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专业 那么我觉得我们在很多时候 价值观出现一些问题的 我相信一个真正的 无论是人也好 还是国家也好 要想自立的话 不仅应该要自己有强健的肌肉 还有坚强的内心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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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 我深信不疑 中国是大国 中国过去5000年 一直是大国 像刚才说的有短板 但是呢 国家有没有有短板 也不能否认这个国家 仍然是大国 因为像美国 它有短板 现在它的经济 它的国家问题很严重 中国借给它一万多亿美元 那这样的话 能说是美国不是大国吗 但是我现在讲的 军事大国第一 它就是要执行国家意志的能力 现在在联合国五大 仓人理事国中 唯有中国一家 还没有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我们的岛礁还在被请占 我们的资源还在被掠夺 我们这时候称之为是军事大国 我觉得是为时过早 那么第二个标志 就是真正一个军事大国 它就是任何国家 不敢对这个国家叫板 那么现在很多一些国家 还在我们周边进行战略侦查 在我们周边搞联合军事演习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称之为军事大国 也为时过早 那么第三个一个军事大国的标志 就是在装备上 现在我们的装备水平 应该是讲 以三代为骨干 以二代为主体的装备体系 那么很多国家 现在是以四代为骨干 以三代为主体的装备体系 所以我们和这个在装备上 还有十年到二十年的代差 因为在这时候 你说我们是军事大国 也为时过早 央军的话充分体现了 咱们中国人谦虚的美德 其实今天呢 我觉得今天讨论军事大国 其实有个概念的地 到底是军事大国 还是军事强国 如果说大国的话 我觉得是当仁不让 举个简单的例子 超过六百亿美元的 年国防预算的话 除了美国就是中国 没有第三家 从这个数据来说 中国是不是个军事大国 我们有两百三十万的 现役人均 我们现在的军人人均 年国防费大概在四万美元 这四万美元是什么概念的 我们举个例子 日本大概是十九万美元 但是越南 只有八千多万美元 从这点来说 我们应该来说是一个大国 但是还不够强 从这个人均来讲 这个军事区算有一个算法 就是人均三万美元以下 它只能是一个维持型 那现在刚才你介绍 我们是四万 也就刚刚超过维持型 到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发展型 我们有两百三十万的 现役武装力量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目前现阶段超过我们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军事大国 而且我们有一个完整的 独立自主的装备发展体系 我们有独立自主的国防政策 我觉得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把问题的前提条件搞清楚 就是大国和强国 这是有区别的 你在拳击台上 一个大胖子 很虚胖子 他的体重是非常大的 但他未必能打个一个 有这个非常有力量的 精瘦的一个小个子 就是这个强和大 它是有区别的 我个人观点就是 我们实际上只是一个地区 性的军事大国 迈向军事大国 这么一个进程当中 离军事强国还远的呢 像美国这个什么 航天飞机有7架 B2轰炸机 B52什么像 这些 它所有的军事领域的 武器装备 全齐全的 所以我们必须 这个客观 实事求是的来 判定我们的位置 好 谢谢 该量肌肉说 还是要量肌肉 一定要善战者 不言战 和平崛起 我一听就还